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往上 到底它还有没有更多的潜力呢 美国股市在今天清晨收盘的时候是稍微回档了 不过这个回档的幅度不深 所以怎么从这个国际股市当中来掌握 接下来台北股市还有没有更多往上攻的力道 好 忘记 昨天台北股市的攻高 明显就是为了万一关卡而来 但是我们还是维持一样的看法 只要指数到了万一 要小心发生万一 那其实在全球的这个疫情影响过程当中 已经造成了全世界的经济受损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昨天晚上公布的几个数字 那上个 昨天晚上公布的是上个礼拜的 这个初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又来到了244万 市场上预估是240万 所以其实比市场上预估还来得更多 累计九周下来呢 总共是有3864万人失业 而这个失业率呢 也已经达到了30% 那现在呢 大家说美国50个州已经都全部重启经济活动了 照理来说 美国呢 应该开始要进入到复苏的阶段 但是我告诉各位 就算它重启经济活动 有68%的人 也就是说这累计下来 3864万人失业里面 有68%的人领政府的补助金领得很开心 因为它比出门工作还拿得更多 甚至呢 从中位数的平均值来说 大概平均就是将近快两倍的这个补助金 那么领到什么时候 领到7月份 好 所以根据统计82%的美国人 针对于一次性 这个所谓的1200块美元的这个补助金 82%的人 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继续发下去 那所以呢 就算50个州都重启经济活动 也会有很多人选择不回到工作职场 等到7月份再说 另外呢 也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在这一次的这个影响之下呢 已经是受损 初估大概超过1500万个工作机会是没有了 所以其实未来美国的失业常态的这个比率 会来到11%以上 也就是说未来两年当中 可能美国失业率都会高达双位数字以上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 昨天晚上也公布了新的这个PMI的采购技能指数 那这个是美国的 那蓝色的部分呢 是制造业 绿色的部分呢 是这个服务业 那也都出现了一个反弹 不过呢 观察PMI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PMI它比较呢 是逐个月逐个月去进行比较的 所以呢 也就是说现在你看到的这个PMI的数值的反弹 是基于前一个月的超级低基期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看起来 因为美国开始重启经济了 所以造成它的整个经济活动的一个领先数据 已经开始出现放缓 没有再继续破低 意思是这样 不代表美国的经济损失会出现反弹 这个一定要先做 要先搞清楚 也就是说现在的美国经济 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始出现没有破底的发展 那以现在的数值去预估 第二季的美国GDP应该会衰退37%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衰退37%呢 我们之前有提到 这个美国的国会办公室也好 或者是FED 其实他们出估大概都是衰退30% 那光是这个衰退30% 就算你第三季 第四季 跟去年都是一样的情形 也都至少要两年以上 才有办法把这个美国经济的损失金额 给全数的弥补 那更不用讲说衰退37% 甚至有人已经预估到最惨的数值 包含第三季 第四季 都会持续衰退 那今年的美国经济就会非常的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的PMI采购经济指数 那各国重启经济之后 基本上都进入到反弹 那我想不管是在美国 欧洲也好 欧洲是这一条 蓝色偏紫色这一条 日本也好 其实都出现了一些反弹 那这一条呢 比较属于落后的是 中国的财新还没公布 那其他的不管是在欧洲也好 美国 日本在重启经济活动之后 其实都出现了PMI采购经济数字 反弹的一个状况 但反弹我们说过 它就是没有在破低而已 但实际上全 他们的国内的经济都还是处于在 比较低迷的状态当中 观察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 就是在新接订单的部分 新增订单呢 在这整个PMI采购经济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数据 可是呢 新增订单的数据 仍然是非常非常的疲弱 虽然有点反弹 可是呢 相较于过去 去年同期来看 都还是严重衰退的一个情形 所以其实就现在来说 即便各国都已经进入到 重启经济活动的一个范围当中 都不代表这一些国家 能够回到往日荣光当中 所以其实在美国股市当中 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道琼工业指数 小跌个一百点 没什么了不起 那我们已经有讲过 只要他能够守住 这个多方缺口 基本上他都还有机会 在震荡往上 是有机会 但是你要特别留意 空间已经开始放缓缩小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是在NASDA指数的部分 NASDA指数相对比较强 可是呢 我们有讲过 NASDA指数只要一旦越过前高 它就只能攻不能守 所以在接下来的两个交易日当中 你一定要看到 NASDA指数继续过高 才有办法能够维持得住 这一波美国股市 指数的反弹行情 为什么我强调是指数 因为这个指数呢 是失真 没有办法反映出 美国真实的中小企业情况 这个简单来说 用一句术语来说 这个叫做拉大出小 拉谁 拉美国科技全职股 出谁 出中小型个股 中小型个股 昨天我们看到跌成一片 已经跌很惨 好 那我们回到最重要的一个数据 叫费城报道理指数 昨天呢 它除了回档修正之外 也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呢 是相对于其他指数 来得更大一些些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 跟前面的高点 做一个连线 你会发现 好像又开始出现 假突破的一个状态 那只要一旦出现 假突破是确认 也就是说 确定跌到月线以下 那假突破一旦确认呢 代表废半指数的这波反弹是结束 那为什么会结束 最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 针对美国去制裁 华为这件事情的疑虑 那么这一次 我们昨天一直有提到 美国知道的 市场上知道的漏洞 美国会不知道吗 美国知道 所以呢 昨天马上就有人提案说 我要把这些漏洞 全部都补起来 不要让华为有 活着的机会 所以在半导体产业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影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结构图 你看一下 全职股 亚马逊开始跌 大家特别留意亚马逊 因为这一波 最强势的股票 是亚马逊 虽然它市值最大 是全职股 它的地位相当于 台北股市的台积电 那只要它 最强势的股票 开始出现 拉回不涨 那代表 美国的攻击结构 已经消失 已经消失 变成是一个防守结构 可是呢 在技术面上 它又需要 只能攻不能守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美国 多头的气势 已经开始转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半导体 这个区块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 比较弱势的发展 那在这边 不管是在 记忆体模组 或是在晶片的 晶片的相关的厂商 都出现了 重挫的一个发展 那回过头 我们就给大家复习一下 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讲说 美国的股市 今年2020年要跟1929年 经济大萧条的这个股市 去进行比对 那到底现在 我们用1929年的 时空环境背景来说 到底处于哪个阶段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表 也就是说 红色这条线是1929年 这条是1929年 1929年 那蓝色这条就现在 那1929年的这波反弹 是经历了四个月 四个月 反弹的幅度是50% 如果对照蓝色这条线呢 现在的反弹幅度大概是当时50%的三分之二而已 大概只有到三分之二 所以你可以乐观的期待 后面还有三分之一的行情可以走 但是走也走不了多远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1929年的时间波 只有反弹四个月 到了夏天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转折向下的发展 而一旦出现确认转折 这一波的空头长达两年 长达两年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这里 到底转折出现了没有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观察美国股市的重点 而不是去猜 它还有多少空间 它还有多少空间 所以现在的反弹 已经让投资人开始失去戒心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美国股市的指数 基本上失去了一个 这个客观衡量的标准 是因为奸牙人的 这几档个股的表现 它的市值已经达到了6.1兆 6.1兆什么概念 大概就跟FED的资产负债表相当 现在FED资产负债表 大概将近7兆 它是6兆 那奸牙人是哪几档股票 脸书 亚马逊 Netflix 跟Google 微软 苹果跟NVIDIA 所以横跨了各个都是科技产业的板块 所以你就知道科技产业 这几档个股会变成是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而当资金过度集中在全职股的时候 会造成市场上的流动性风险 未来只要一旦这些个股开始出现 资金的调整 它会带动整个市场快速度的往下修正 也就是说当未来科技股开始确定转落 趋势不在的时候 这个转折点就会出现 而我们预估现在大概会是落在 今年的7月份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操作行情里面 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除了空间有限之外 基本上在持股的部分 也要开始陆陆续续进行调整 手中有科技股的投资朋友 更是要注意 因为华为事件 它的影响范围会持续扩大 原先市场上所预估的 这个短期的转单效应 可能很快就会被美国封死 大家要小心 好的确 华为效应当中 我们稍后用新闻的重点来分析 这是在美国股市当中 跟在全球经济面的层面 那回到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在昨天 去供了这个万一的行情关卡之后 现阶段向上 到底还有没有更多的潜力 韦杰怎么看 好 旺旗 在这个新闻当中 基本上提到的是 金管会主委认为 台湾的基本面都不错 尤其是在疫情的部分 这是有目共睹 的确在疫情的部分 我们是守得还不错 但是不代表 我们台湾的经济基本面是不错 因为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它真的不错 你看我们的经济基本面 跟股价指数脱钩 股价指数来到一万亿 可是实体经济 很多企业还是在放五星下 很多的企业 还是面临倒闭的一个风险 所以其实这个脱钩的过程当中 大家要特别留意 指数如果没有跟经济挂钩 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也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 台湾现在经济 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就是很好笑 金管会说 我们基本面不错 可是我们的国发会主委 他却说 今年的台湾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保GDP一个百分点 要保一 我们的GDP是保一 那也就是说 既然百分之一是需要尽全力去防守的一个关键点 代表今年的台湾的经济到下半年是很有风险的嘛 那所以在这边万一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往上走 真的后续 基本面只要一旦公布出来 真的不如市场上预期的时候 而那个反差的心态 会造成市场上资金调节的力道会非常非常的重 还是要提醒大家风险 所以其实不管大家怎么去观察 短线上面就是一个筹码站的一个动作 因为现在目前台北股市的融券 融券88万张 88万张 继续嘎 那就是空投不死 多投不止 我们就先看台北股市的K线图 那台北股市呢 在最近连续上涨之后呢 给多投一个非常强大的信心 我们昨天也告诉大家 庶民信心指数创了60个月的新高 就是这样子来的 好 但是呢 大家特别留意年限的反压到 那连线的反压越过或不越过 其实不太重要 因为短线的这个反弹波 在没跌破月线之前 是不算正式结束的 所以我们过去呢 一直在跟大家讲 观察的就是在月线 那现在的月线扣底值呢 在接下一个月是要往上扣底 如果说指数它只是一直停留在这边 那月线就开始慢慢走平 那走平之后呢 提供给台北股市指数的支撑力道 就会消失不见 它就变得很有可能盘久必跌 所以现在台北股市要利用很短的时间 只能冲不能走 只能冲不能守 就这样子而已 就只有这个方向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走 那就你就知道时间拖越长 下跌的机会就越高 那当然关键我们看一下台积电2330 台积电呢 其实昨天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冲关的角色 那可是呢 比较可惜因为台积电它还是属于一个整理格局当中 那还没有进行突破 那只是说它勉强站回到了月线之上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当中台积电要面临最重要的就是方向性的转折 因为它的均线在纠结 那比较可惜的是它的季线是在往下掉 季线往下掉对于它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所以它必须要有成交量 还有一个什么 外资的买超 外资如果没买超 基本上台积电上工的机会不大 那如果是按照均线纠结的角度 一样没有支撑没有支撑的状况之下盘久 盘久必跌 所以这个是大家特别留意的地方 也是台北股市要非常重要去观察的一个指标 好就是在这台北股市的目前的这个指数上来看 那如果从整个个股当中 尤其刚才特别讲到的华为 华为的政策真的是每天都有新消息 之前本来这个三天前说这个联发科受到这样的一个转单效应的好处 就连发科还上工了 现在又说因为美国又要追杀华为 这些禁令当中可能会影响到IC设计 这几大IC设计的这个四大天王可能都会受到波及 所以这一正一反的消息面到底是如何 好 其实真的大家不要去认为说市场上说什么 美国都不知道 美国知道 那你现在市场上把它说破之后 你说破了 你就在打压你了 对 本来要留你一条活路的 结果你自己把它说破那把它封起来好了 好 要不然人家会觉得说 我年底要选了没什么诚意 既然要对抗华为就对抗到底 这个是至少是美国白宫的一个心态 所以大家特别小心 因为过去大家是说 我直接打压华为跟海思 它就会绕道 经过台湾来去拿这个所谓的这个制造好的晶片 那现在美国要把这个漏洞给封死 那影响到什么 就2454联发科 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说 联发科呢 这个是法说会的利多 这个是华为的利多 华为的利多 那可是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说 接下来你看到 过去联发科在上涨的时候 都是出现空方量 出现空方量代表 在往上攻的过程当中 筹码不稳定 有人在调节 那调节不见得上坏事 因为如果他是 弱手换强手 对这个联发科来说都是好事 可是如果说换到弱手 换到散户的手上 哇那就比较麻烦一点点 但至少就目前联发科换手的情况来说 是还没有换到散户的手上 但是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当联发科在往下回的时候 散户就会进场 散户就会进场 筹码面就会变乱 筹码面就会变乱 所以其实在月线的部分也乖离比较大 就整个技术面的一个表现来说 月线的支撑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现在如果联发科因为这样子的利空消息去 顺势回测一下月线 没有跌破 那代表联发科今年的业绩 应该是还值得期待 如果他不小心跌破 不小心跌破 或是把这个空方缺口给进行封闭 那代表华为对他来说可能就不是利多 真的会有些影响存在 甚至呢 如果他也把法说或者缺口也给封闭 那更糟糕 他预估他今年的全年的营收都会有影响 那比较糟 所以这两个缺口的代表意义就变成是 联发科今年基本面的重要观察重点 那另外在2379的锐域 是外资在台湾的半导体当中 唯一调升平等的一档个股 最近的表现都还算不错 但是呢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前天出现了一个报答量收场上影线 还好他不是收黑 但是呢 也告诉大家 这边也有人在换手 外资的筹码也开始出现松动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 另外在4968的这个利基 这个你看都已经跌破月线 而且是领先大盘 你看大盘还没跌破月线 他已经跌破月线 而且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属于空方缺口的形态 反弹三天不过 所以这个是已经确定转弱 而且反弹行情是确定结束 所以未来 大家只要看到这种跌破月线 站不回去的 然后呢 筹码有一点不稳定 然后甚至呢 你看过程当中 都是出空方量的这种 那跌破月线 大家就不要恋战 你只要看到这种形状的个股 你手上有 你可能这要小心一点点 所以其实还是要跟大家讲 华为事件影响层面是越来越广 所以今年的5G 很有可能会受到一些时程的拖累 没有像预期当中发展的那么快速了 那后续的这些影响 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至少 它的整个技术面 会先告诉我们 跌破月线 一定要先跑再说 好 这是在整个相关IC设计产业当中 好 不过今天被点名当中 有一个族群说它还不错 这叫做记忆体 但是 而且这么好吗 两年大多投机将引爆 这个韦杰怎么来看 记忆体的为什么 它现在被点名出来 它的好在哪里 好 我就直接讲了 因为它觉得5G很好 那我们刚才讲 5G今年发展时间 应该会延后 因为连苹果的5G的那一款 对 它都还没出来 那我们就先看326年微钢 因为这则新闻主要在讲微钢 那 访问的是它的老板 那老板当然看好自己公司 但是我们就股价面来看 短线就好 我们不看两年那么长 直接看 直接看股价 短线的表现 你看 刚刚是不是 跟刚刚的形状很像吗 跌破月线之后 反弹了好多天都站不回去 那是不是代表其实未来的这个走势 有一点点疑虑嘛 那2408的南亚科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南亚科你看也是一样 跌破月线 而且月线下弯 然后呢 外支开始出现大幅度的调节 你看过去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在这一波里面 出大量都是空方 所以其实代表很多人在这边进行调节的动作 在调节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4967的石犬 这个是过去在记忆体当中 崛起的一档星星 那这一波长得很猛 可是呢 你各位看到 在短线当中 最近这一个月已经出现了一个 短线的头部形态 而且跌破之后 也很有可能会岌岌可危 因为在月线的部分 已经下弯 而且站不稳 所以其实在记忆体模组的部分 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不是如同他所讲的这么好 大家一定要先从股价去观察 未来的发展 至少这是市场上 给它未来发展的一个定价 那短线上面 在操作中 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利多带出来的 如果股价出现不涨或下跌 一定就是一个出货的讯号 大家特别留意一下 调节手中的持股 好 今天礼拜五 来看一下今天行情 今天目前开盘 其实这个行情 震荡幅度不大 目前小跌0.3% 小跌34.10917点 所以今天还蛮黏的 目前在平盘附近左右来开出 那关键在于 在今天的其他焦点部分来说 还有看到在昨天 昨天外资锁定的一个股票 是在联电的部分 那以整体的产业面来说 我已经帮大家来掌握 其实联电的外资 是在降频的一方 所以其实它长期的营运不太好 那虽然联电 在整个今年的需求的部分 看好物联网跟车联网 以及其他的这个需求 但是因为今年刚好 碰到疫情的影响 可能接单状况不会太顺遂 所以大家在下半年 要特别留意一下 联电的风险 好 那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关盘重点 好 其实重点 还是在结构出现的改变 尤其是投信这一波 已经从科技股的攻击走势 转到了防守的传产股 那所以其实在结构 出现改变的同时 指数表现空间就会比较小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科技股如果出现转弱 一定要稍微调节跟注意一下 好 所以这是在 今天行情的部分 我们带给大家